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六周选投票倒数三天 但是从实地观察和各方面的报道和调查都显示 华人选民的情绪似乎冷嗖嗖 普遍都存在着一种 反正这只是场周选举影响不了中央政权 那回不回家投票 或者说当天初不出门投票 根本没差的那种心态 一些选民可能也会认为说 哎呀我的选区我支持的那个政党是稳赢的了 或者说反正都稳输的了 这六周选举只是马来选民他们在选政党 我的一票左右不了大局等等 那如果你本身或者说你身边的人有这样的想法 整个选情可能就会很危险了 可能会出现你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这场六周选举华裔选民投不投票 真的没差吗 华人社会在这场六周选 扮演袖手旁观者的角色 看马来选民他们表演就好了吗 那关于这次周选举 非马来选民的政治冷感和批乏 莫迪卡民调中心早前一份预测 曾经指出 六周周选投票率可能会下降 15%至20% 而其中又以非马来人的情况最为严重 而另一家的研究中心的民调则显示说 如果非马来人选民在这次周选的投票率走低的话 而西蒙和国阵三分之一的马来选民 他们转投国盟的话 那国盟很可能就会赢下选来的州政权了 那只占了全国20%多人口的华裔选票 真的没有作用吗 六周周选不去投票 对整个证据真的没有影响吗 八点自日报走访了雪州和宾州的选民 也联络上了在海外 窜联把邮寄选票送回国的召集人和义工 也访问了政治评论员 听听大家对六周选出门投票意义的看法 对六周选 周选嘛 人家没有这么劲嘛 因为那时候的大选啊 是谁来立马来西亚嘛 对不对 现在周的我看很多人都没有来的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吗 好像我们年轻大一点的 比较尊重一些国家的政治 可能年轻嘛 可能是年轻的方式 我觉得不是怎么搞 是他们不懂得怎么投 六周选举 华人选情真的是冷风嗖嗖吹吗 无可否认 确实有部分华人选民 特别是年轻选民认为 哎呀 六周选举又不是选中央政府 影响不了大局 不用特地大老远回家投票了 有的人认为 我才那一票投不投没那么重要 但是在海外的不同角落 成功登记游记选票的海外选民 很多已经准备好 透过各大非政府组织 发动的选票村联运送活动 把他们手中的那一票 送回他们新计的马来西亚 自昨天为止 我们在新加坡收了超过1000张的选票 全委会他对全世界是发出了7000多张 所以大概为新加坡 占了10多巴仙左右咯 我们这一次在新加坡设了10个站点 新加坡分成4个区 我们就总共有10个站点 那就是每天都会有志工去那边站岗 那在指定的时间就是跟他们收这个选票 我们就是在台湾各个县市 就去增集每一个县市的志工 然后让它成为一个 好像一个collection point 让各县市的志工去把他们的选票给他 然后我们再从各个县市 就是不往台北去运送 最后会汇集到这个桃园机场 再一口气送回去马来西亚 身在海外的游子想尽办法 也要人船人飘洋过海 把自己手中的选票送回国 而人在大马的选民 更不应该小看自己手上的那一票 然而对于一些华裔选民消息的看待 反正这场六周选 决定胜负的主要玩家是马来选民 华裔选民就算怎么努力也无法影响大局 那对此两位政治学者潘永强和黄金发 特别提醒华裔选民 不要低估自己的影响力 因为在马来选民占了50%至70%的混合选区 马来票选情胶着的情况之下 那非马来人选票就是定胜负的造王票 基本上就是混合选区 马来选民可能是占多数 但是他都没有超过70%以上 介于50%到70%之间这些混合选区 马来人占优势的混合选区 是这个选州选举的决战点 在这些决战点 在这个区块里面大概有22个终意习 那么这22个终意习 非马来人的投票率就给发布作用 那么在混合区呢 你可能就决定谁赢谁输 所以绝对不要看低自己的这个能力 你首先不知道谁出来投票 你不知道你的选区里面 有多少人出来投票 所以分分钟你的那些选票 比如说一个选区最后可能30票定胜负 你绝对可以拍胸口说 我是其中31个好汉 所以如果你在混合 在马来人为主的选区 他投票率也不高的话 那你本次出去投票 你的选票就很大了 812六州选举当天 没有人能够预知各族投票率的高低 那如果华裔选民都抱取着 哎呀多我一票不多 或是少我一票不少的那种心态 导致过去极高的华裔投票率 在这一回州选大暴跌的话 那恐怕随之而来的 可能会是一次没有人可以预估的 颠覆性开票结果 州也是蛮重要的 比方说我们看吉兰丹他们的经济发展很弱后 这也是州政府的一个问题嘛 但是雪兰为什么可以成为13个州的一个最佳榜样 也是因为州政府有做东西 不要讲 州不重要我们就不要投 等一下输去还是什么 这个就有问题了嘛 我们要出一个票 投一个票 华人票也不可以说人文 还是必须的努力 你不能去想 华人的票比较多 有的人他不要回来选票的时候 你也是少钱嘛 最要紧 要有人回来选 你如果不要去投资你自己 七千罢了嘛 州省就州省就重要了 如果州省如果是和国州可以配合在一起 那么冰全的发展会更好 这是自己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 如果我们选择选择选择 就对我们的利益也不太好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就真的什么都不会发生 什么都不会改变 我经常都跟我朋友说 你可以选择不投票 可是哪一天 当你不满任何政策的话 你千万不要骂政府 因为这个你完全没有参与 不是你选出来的 你凭什么去骂 华裔选票真的没有影响力 投不投下那张票 真的其实也没差吗 政治学者潘永强提醒 非马来人的投票率和选票 如果在这场六周选报检的话 绝对会对选举之后 国家的政治还有经济局面产生冲击 1119全国大选之后出现的新政治版图 已经让外国投资者 采取观望的态度了 他们要等待六周选举之后 掌握了局面再做决定 所以如果你是这六周的选民 原本是已经打算不回家投票的话 那你最好还是再考虑一下 其中的利害关系了 而为了鼓励游子回乡投票 雪龙福建会馆青年团及人民监督站 联合发起六周选举免费巴士回乡投票计划 那这一次的免费巴士回乡投票计划呢 将会在8月11号晚上 星期五的晚上8点正 从雪州还有柔佛州的两个集合点上车 出发到六周目的地 那想要搭乘免费巴士回家投票的申请者 可以扫描荧幕上的QR Code 或者说到相关单位的社交媒体平台 去报名了解详情